两代合一 同心同心 日前进信会联会特别在领头山庄 举办尊荣退任牧者踏青参序 并邀请年轻一代牧者同友 透过领头山庄七十周年回顾展 让两代一同在回顾历史中展望未来 而前联会主席邹仁洪牧师 在2021年荣耀退任 特别用自身的例子 鼓励在场所有人退而不休 透过世代同行开启福音大门 圆主的爱永远爱心乱 圆神永远祝福你们 邹仁洪牧师1986年开始 在中原恩惠堂服侍 慕会36年带领许多年轻人 归向耶稣基督 期间更有13年 年年带领青年学子前往菲律宾 关心当地弱势族群 直到2021年退任 选择回到苗栏继继续在家乡 还福音的债 我就是去找我们苗栗的三层嘛 今天看东边山的亲友 明天看西边山的亲友 有时候往南边 往北边 刚回来还会迷路的牧师 如今跨上自行车 就轻轻松松地穿梭在苗栗街道 每天都开启他的福音之旅 单趟四十几分钟的脚踏车程 就是为了陪伴高龄九十岁的张大哥和他的妻子认识基督信仰 他们夫妻也在2021年受洗成为耶稣的门徒 天父上帝感谢我们张大哥 宋大姐 十三年到后 在北京很辛苦耶稣 师父也在家庭 对耶稣存在礼拜 继续为人做健身 师父带来 平安带来 去黑的地方 感谢上帝 黑风主要是基督的名 阿们 除了四处拜访外 周仁侯牧师花最多的时间 就是坐在面对巷弄的书桌前研读圣经 而这里也是他福音的出口 往来的礼民都成为他关心的对象 更成为苗栗敬兴会牧师一大助理 当周牧师探访到一个程度之后 我事实再补进去 我们就比较容易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这样的一起服饰 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而且也在这当中 不管是客家人的信徒 或是不是客家人的信徒 在这当中 我们反而都比较能够去兼顾得到 牧师们在尊荣与成全中 让神的心意被彰显 让福音的种子 能够持续开花结果 也让他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以上是GOOTV新闻中心 台北苗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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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